基輔一處知名的人行道遭飛彈攻擊起火 濃濃黑煙吞噬人行道直竄天際 爆炸瞬間攝影機跟著晃動 可見威力有多大 基輔另一處一棟大樓遭飛彈擊中 冒出濃煙 嚇得民眾惊聲尖叫 俄羅斯軍方10號朝烏克蘭境內 發射75枚飛彈 空襲警報大響 民眾緊急前往地鐵站避難 地鐵站湧入避難人潮 避難所內的兒童合唱國歌 每個人冷靜自治 沒有表現出恐慌情緒 而與二月時不同 這次有人帶書本及毛毯 顯然有備而來 雖然烏軍成功攔截 41枚俄軍飛彈 不過還是造成平民嚴重傷亡 百分之一 并表示会尽快修复家园 而市长克里契科则痛斥俄军向平民开战 面对俄军空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他的国家不会因为俄国飞弹攻击而被吓倒 责任斯基还承诺会让俄国军队面临更为痛苦的战场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丁显然没在怕 普丁表示俄国向乌克兰多地发动飞弹攻击 是为了报复乌国炸毁克里奈大桥的恐怖主义行为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俄军这波攻势是自战争初期至今 针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最广泛攻击 普丁显然为了自己的野心杀红眼 势必会引来国际更多制裁 让俄罗斯更加遭国际孤立 不过普丁的行为在在显示 为了达成并吞乌克兰领土 他根本没在怕 欢迎新闻孙颖玲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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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ücks识 转发 顶子达尔联 充阅 转发 顺 瞬发 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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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